一月來在偶像學校學習到的東西 真的是非常的多 也是很特殊的人生經驗 那我之後也會更加努力的 參加韓國偶像學校台灣代表 被英女神蔡瑞雪 以33名落背殘遭淘汰 結束練習生生活之後 蔡瑞雪最新PO文 戴著造型帽子打卡定演的東京迪士尼 不過韓國媒體最新報導指出 即使被淘汰了 蔡瑞雪還是能夠在普通班 寄取手續 蔡瑞雪包含另外7名被淘汰的成員 主辦單位原本要讓他們持續 普通班學員身份繼續留下 不過蔡瑞雪已經放棄這個機會 離開韓國了 其他學員則是開始跟經紀公司接洽 另辟出道機會 蔡瑞雪有PO出和其他團員的合照 要大家幫忙投票 只是她在赴韓國授訓期間 就已經接到不少合作機會 親自經營網站分享美妝 原本在網路人氣已經很高 蔡瑞雪更因為這一段 穿韓服的影片引發關注 不只想有北一女神稱號 還以Snow Baby的藝名在韓國受訓 只是比賽結果最終沒能晉級 加上比賽號稱參賽者必須沒有經濟約 蔡瑞雪未來是否會不會朝演繹之路發展 依舊是粉絲關注焦點 居然王世凱 許惠美 泰瑞雪未來